阿圣和阿拉和好之后 他们的爱情故事 又可以回归到 两个人一起生活的日子 这次主要讨论 为什么他们两个人 能够这么快就和好 首先夫妻之间吵架 一般难以避免 特别是跨国婚姻 文化不同 风俗习惯也不同 这也就造成了 你认为对他好的事情 在对方看来 未必就是这回事 在某些细节上的观点 不同尤为突出 加上年轻人不懂事 吵架时有可能会说出 最狠的话来伤害对方 吵架并不代表 就不喜欢对方了 其实我们从阿圣和阿拉 平常的生活视频中 就可以看出 阿拉是很在乎阿圣的 自小在湖南长大的阿圣 喜欢吃辣 但是老挝长大的阿拉 原本不会做香菜的 但是他执意要 亲自动手做给阿圣吃 于是在阿圣的指导下 成功地做了出来 还有一次回到国内的时候 阿圣的妈妈专门去超市 买了菜回来 准备做香菜给他们吃 阿拉当时也是坚持 留在厨房里想要亲自动手 虽然最后阿拉也没有机会 做这顿饭 但是足以说明 他是很想学会做香菜 还说过回去老挝的时候 要天天做给阿圣吃 那天吃鹅蛋的时候 阿拉包开蛋壳就把第一口 让给了阿圣 同样在喝水的时候 也是让阿圣先喝的 我们只要仔细观察 每一个细节就会发现 看得出来阿拉实际上很在乎阿圣 同样阿圣也是很注重和阿拉的这段感情 只要了解 他的过往经历就会发现 阿圣认识阿拉的那段时间 正是他事业处于困难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原因 阿圣的公司出现了问题 两三年的时间 他从一个事业有成的小伙子 几乎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那时候的他 拍摄视频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随着阿拉这个女主人公的出现 大大的提高了阿圣的视频质量 阿拉在视频中的良好妇女形象 深深地吸引了网友们的眼球 半年时间 阿圣从一个视频小生 坐上了老窝视频一哥的宝座 阿圣感觉自己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 于是也是处处向阿拉提供最好的回报 从刚开始送给他几块钱一板的普通耳环 到后面升级到送了一条又粗又重的金项链 刚开始收入不高的情况下 依然几乎掏空家底的 给阿拉的家人送钱送礼物 结婚之后 更是倾其所能帮着阿拉的娘家进行房屋改造 给他的娘家和外婆家里提供金钱和物资上的帮助 特别是在买地盖房这件事情上 几乎倾其所有 即使在分手后房子即将烂尾的时候 他依然承诺要把房子盖好送给阿拉 足以说明阿圣很重视这段感情 阿圣和阿拉的相识包含了两个人复杂的感情 从素不相识到相见恨晚 他们一直以来生活中的惺惺相惜通过视频的方式呈现出来 但是又因为性格上的不同在屏幕后方出现了争执 他们的生活就像看起来表面平静 海底却暗流涌动的大海一样 但是冷静下来之后 他们互相怜悯 互相怀念着以前对方的好 只要没有出现原则性的问题 他们很容易又可以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一样的站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在短短两天时间就能和好的原因 虽然阿圣和阿拉是跨国夫妻 但是他们的感情基础还是存在的 阿圣是个善良的小伙子 他在为这段婚姻的过去 以及两个人的未来付出了无私的奉献